整理自己的亲人的遗物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一瞬间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哇塞 我外公啊 他真的是把我放在他的心中 第一个位置 大家好 我是廖星云 我是台湾第一位遗物整理师 我曾经有遇过一个非常奇怪的 就是他预约了六次 六次哦 然后每一次只要时间快到了时候 他就会取消 所以我去到的时候我才发现 因为这个遗物整理啊 他已经有十年 就是妈妈已经过世十年了 他有十年都没有 都没有勇气踏入那个妈妈的家一步 从小他就跟妈妈在这个房子里面生活 妈妈心情不好就会打他们出气 他有一只耳朵是被妈妈打聋的 所以他对他妈妈是 一方面又爱他妈妈 一方面又很害怕他妈妈 那直到他18岁之后 他就立刻去台北了 就没有在嘉义的家 这一次回来 就是要处理他妈妈的遗物的时候 因为他所有的衣服啊 都是非常完整的 就好像刚从店里面买回来 都没有打开 完全没穿 所以他就觉得他妈妈超级浪费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遗物整理师有一个能力是 我们可以在这些蛛丝马迹里面 找到那个王者最后想要表达的话语 里面这么多的衣服 其实有很多衣服根本不是这个妈妈的风格 而是就是看得出来这个妈妈是要买给这个女儿穿的 他非常非常希望他的女儿可以回家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带 任何行李都不用带 你要干净的内裤干净的衣服 我妈妈都帮你准备好了 就只差你回家而已 我自己整理的是我外公的遗物 也是一样他就是突然就是脑溢醒 然后送到医院四天之内他就过世了 我整理他的老花眼镜还有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他有一叠对他而言比较重要的东西 然后在那一叠东西最上面有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是我跟他一起拍的婚纱照 然后那一瞬间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哇塞我外公啊他真的是把我放在他的心中第一个位置 所以对我而言就是这个感觉真的是 整理自己的亲人的遗物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说绝对不能有代入感 绝对不能有代入感的原因就是 当你想起你整理这个遗物的时候 有多痛彻心扉 你就可以很同理为什么那些家属 他没有办法整理他们的东西